演练背景设定贴近实战 某跨国武装犯罪组织在中老边境隐秘集结 策划实施恐怖活动 中老联合任务部队紧急前往 完成防卫部署并打击武装犯罪组织 随着四枚红色信号弹升空 演练正式开始 任务部队派出多组侦查力量 对敌阵地展开联合立体侦查 无人机发现疑似人质关押点后 将情报回传至指挥所 侦查员继续操作车赛光电设备 侦查敌纵神目标情况 迅速展开人质营救 决心 空中突击队利用查打一体无人机 进行侦查和精准拘杀 中老混编的空中突击队 向预定地域机动 到达任务区 中方特种兵为楼顶实施快速锁降 老方特种兵击降后快速展开 地面风控 中老采取上下联动的方式 运用机器梗火力突击 掩护特战队员实施营救行动 我们探索将无人化装备 融入作战行动 大大提升了特战小队的战场感知 和火力打击能力 在降低人员受装风险的前提下 顺利完成营救任务 此时 敌武装分子派出无人机 向我防区实施侦查 任务部队立刻使用无人机反制设备 对敌无人机进行驱离和迫降 对敌实施火力打击 执行 接到敌武装分子向我方快速机动的指令后 中老双方火力队迅速根据敌目标信息 灵活使用车载火力 单兵火箭筒 速射迫击炮等武器装备 发起联合火力打击 地面分队在空中力量掩护下 完成装备抢修和战伤救治等 科目内容演练 而后 中老双方展开轻角行动 对敌形成合围之势 发扬火力优势 持续打击并歼灭敌人 两军胜利会师 双方部队经理战场后回撤 至此 士兵综合演练圆圆满结束 此次连演 中老双方参演部队 在行动中 区分侦查部市 联合抗击 合力清角等多个阶段 采取立体突入 多路快打等战法 发挥各自优势 相互配合 密切协同 有效检验和提升了 两军联合作战行动能力 此次友谊盾牌2024连演 是共建中老命运共同体 增加政治互信 扩大军事合作的务实举措 有利于两国两军 巩固传统友谊 深化安全合作 在随后的闭幕式中 中老双方分别为两军优秀参演官兵代表 颁发了荣誉证书和连演纪念徽章 双方派观摩团出席闭幕式